随着内地和香港全面通关 越来越多的大型经贸活动 也是陆续在香港展开 那今天呢 在香港会展中心就将会举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香港专场推荐会 相关消息马上连线在 铜锣湾的记者陈希曼来了解一下 齐曼你好 轩轩早安 嗯 齐曼今天的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 香港专场推荐会 能不能有详细消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陈全 正如你所说 随着香港是逐步复长 同时呢 也已经实现了和内地的全面通关 那么不少的大型展会也可以恢复举办了 那么为了促进海南和香港的经贸合作交流 并且呢 是让香港的企业和人才 可以共用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红利 所以海南的国际经济发展局 今天就来到了香港 是要举办一个 海南自贸港的香港专场推荐会 那么呢 将会在今天稍后的十点钟 在我们现在镜头看到的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那么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以及是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 都会担任活动的主理嘉宾 并且致辞 那么海南自贸港呢 是从2018年开始建设的 它的实施范围是海南岛的全岛 并且呢 零关税是它的主要亮点之一 那么早前沈晓明呢 也已经表示 海南是正在研究加快推动 向香港开放专业服务业的市场 希望呢可以进一步的深化两地 在企业投资 以及是人才就业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 那么今天活动的另外一位主理嘉宾 梁振英呢 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 也是刚刚率团 是到海南进行了考察 那么期间呢 他是实地的探访了 例如上穷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区 以及是海南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等等这样的一些地点 同时呢 他就认为啊 他指出说 觉得香港 海南呢 将会是香港最佳的一个国际和国内贸易伙伴 那么除此之外呢 伙伴关系还可以包括零售旅游 以及是金融服务等等 他说呢 香港不仅可以向海南提供商品 还可以提供一系列的管理服务 从而呢 就可以促进两地的协同发展 那么有关今天的推荐会 我们后续会继续为大家关注 那么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全权和响以 好的 谢谢齐曼 谢谢大家